来看到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中国的马年一开始就不平静 从年30起出现多起全体事件 包括广东、福建、广西等地纷纷遭到警察镇压 其中福建省西南村的村民被保安殴打 愤怒的村民已经堵入两天抗议 目前抗议仍在持续中 2月1号至2号福建省莆田市九龙谷森林公园 景区保安殴打一名没带身份证的村民 引发数百村民不满 连续两天堵路导致景区交通阻断 当地政府出动大批警察进入景区 十多位村民被抓捕 3号村民持续到景区抗议 2月2号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平山汽车站 车站乱收费遭车主围攻打砸 大批警察持墙镇压 据海外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消息 年30晚广东和元市东元县上管镇 上百人拿刀在政府门前火拼 警察名枪市警连开两枪制止 多人受伤送医治疗 同一晚还有云南昆明 昆明市城贡县龙街 遇百人群殴 遭大批警察镇压 崔磊瓦斯都用上了 新唐人记者龙斌丁宁采访报道